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到了马回头把把烧 太阳刚刚开始西下 里里外外早已做得满满当当了 夕阳的余晖撒在烧烤上 让这路边小店竟有了那么一丝丝的浪漫 它主要就是这种宜宾的这种把把烧 特别推荐一定要全部点的 全是牛肉 点完菜 闲着也是闲着 去厨房瞅瞅 太热了 太热了 现在温度有好多 师傅适动 因为冬天就对我咖喱温度棒 就对我有三十几度棒 冬天的时候都三十几度 所以在这个厨房里 全靠两个风扇全年降温 可就算是开着风扇 烧烤师傅们依然是满头大汗 虽然热得让人有点受不了 但厨房里的画风还是很美好的 翻腾的火焰烤着大把的牛肉 包姜豆腐的盘子里滋滋冒着油 极具视觉决筋力的画面 谁看了都忍不住要拿手机来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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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吃菌子还是很少见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什么冷吃牛肉之类的 我觉得这个骨眼还吃得像肉一样 他说是骨眼 但是吃得像牛肉一样 我最开始他点那个骨眼吃肉吃 对 这个粉我喜欢吃的 反正是我喜欢吃的 反正有点好吃 他们家没有那么干嘛 刚才我听老板说他们这个粉是直接新鲜的粉 就是没有晒干再泡的这个过程 所以你看 咚咚的就感觉特别的有肉感 说实话我不知道老板为什么要取名叫马回头 他是跟马有什么过不去吗 好马不吃回头超 吃完马上就回头 好马就回头了 好马不吃回头超马 但是那个如果你的马回头来说明肯定很好吃 名字究竟是什么含义 老板说就给大家留个悬念吧 马回不回头一点都不重要 你回头才重要吗